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這個話題跟港人吃吃相關 近日很多人熱議 因為很多人北上消費 去買很多東西 其中有人覺得之前很搶手 沒什麼所謂 就是你了這件事 燒肉有問題 究竟有什麼問題 有人覺得深圳的燒肉為何和香港的燒肉這麼不同 究竟是不是賣假食物 不燒肉 脆皮燒豬也有假的嗎 很多港人都喜歡上去買 現在我們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也說一下內地揭發過什麼食物安全的問題 小心 糟糕的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當然了 燒肉是其中一個很多人都會上深圳買回來吃的東西 為什麼呢 港人喜歡吃燒味 又喜歡吃夜味 真的 又喜歡叫雞 又喜歡吃燒豬 油雞老美 各樣都要 砍大塊叉燒 砍大塊叉燒不重要 最重要是叉燒好吃 有人說深圳的燒肉也很好吃 又便宜 不是那麼好吃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便宜 好了 但是如果告訴你 補求未必是豬肉的話 你這麼便宜 會不會都去買呢 不管啊 隨便宜 什麼屎都吃 最重要是便宜 生長水又遠 為什麼要辛苦自己呢 當然啦 我們對食物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病從口入嘛 便宜的不一定沒有好東西的 但是你吃假的東西就很糟糕了 大家看到這幅圖 其實很多港人都會北上去買燒肉 因為燒肉在內地來說 真的是很便宜的 就算你現在變成炒價 它真的是炒價來的 不要說是以前 半年前 你在深圳連堂口案買的燒肉多少錢呢 現在有些人說 附近都加了價 三四十元起跳 當然啦 相比香港買燒肉的話 那究竟有多貴呢 可能是六十多七十元 有些是差不多一條而已 有些可能是斷根性 為什麼都一定是內地 其實我自己也有買過這些燒肉的 我永遠都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那些燒肉跟我們平時吃的燒肉那麼不一樣呢 大家看到這一塊燒肉 有人說沒什麼問題 皮很脆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他跟我們以前的燒肉 那種叫做燒豬 可能是燒肉 想到不知道是什麼樣的 香港那些燒豬 沒有這麼奇怪的 有時候你在香港見到燒豬 燒尾檔的燒豬 全部都很大塊很實正 很漂亮的 甚至乎沒有那麼薄的 之前我也覺得 不是吧 那麼薄的嗎 我找一張圖給大家看一下 這張圖 這張圖 平時我們在燒蠟蕩看到的 它也算厚稱 但是你看看這張圖 這麼薄的 下面是鐵絲網 看起來就很大隻 但是為什麼好像不一樣呢 究竟做法不一樣 還是什麼呢 因為現在有人質疑 這些燒肉是造假 懷疑是合成豬肉 究竟這個合成豬肉是什麼呢 因為正常的燒尾檔 剛才看到這張圖 師傅 可能掛在那裡 然後斬幾塊燒蠟 有些是不同的部位 可能這些位置比較粗身 沒有那麼多肥膏的 沒有那麼咬口的 沒有那麼好吃的 那麼多人買的 那些 他們就會一塊塊切開 其實跟內地的那種切法又有不同的 你看看它 整隻豬都放在那裡 好了 那為什麼不一樣 放在中空鐵架上面 然後你要多少就逐塊切出來 有人就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當然有人就說 馬來西亞也是這樣 或者外國那些也是這樣 好了 有人就說 為什麼香港的燒豬 其實如果可以研究一下 在這幅圖上面 大家看到嗎 每隻都像這樣的顏色 那個黃金皮 特別燒得那麼漂亮 我們在香港吃的那些 那些屁股的位置都不同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燒豬那種做法 香港有一種木架 香港有一種木架 幾條 撐起一隻豬 塗空內臟 有些是撒些鹽 有些是撒些香料粉 那麼 側全身 拿一根針梳 一直拆... 做好所有事後就掛起 然後用它去燒 這是我看到香港的造型 但是你看到牠為什麼每隻都如此均勻 理論上一隻爐 控制得好火候也好 你不和豬... 豬放在大約360度的爐 都受火不均勻 每隻都燒出來的爐 亦有人质疑,那隻豬為什麽薄一一皮下的肉,無論是蕭腩或沙尼毒,都是沒有什麽分別的 平面,沒有厚度,豬有腰,有屁股,有前腿,厚度不一樣,為什麽這麽特別 這件事我都覺得奇怪,因為我買過來吃,吃到口感,又不是跟香港那些相差很遠 但永遠都是這麽奇怪,究竟那是什麽豬來的,為什麽會這樣 有人質疑是否真的造假,又沒有手腳又沒有骨,這麽奇怪 人家以前有些科技愈肯活,介紹的科技愈肯活,是否真的這樣 有人就覺得顛覆了,那當然,合成豬,其實我首先覺得一件事 有人就說用價錢去看,其實沒得說的,內地為什麽這麽多東西 大家都是賣菜,大家都是賣肉,為什麽比香港那麽多便宜 我們之前說過舖竹,其中另一個問題就是運費 大家都知道香港很多豬肉,叫做過來香港,都是內地的 其實那些豬差不多,只有你那隻豬來的,但因為經過很多不同的人士的運輸 經過很多的工序,全部都有成本,那這些成本一到顧客身上 自然就價高了,這個也是,很老實 另一件事就是說,有人說香港那種是古惑些的,它照連骨情 當然有人說,豬骨煲粥,不知多好吃,但有人就覺得,你把豬骨切給我 我都不要的,我要買肉的,整塊骨我吃毛,騙青 所以有人就覺得,內地所有避免了這些爭拗,全部都起骨 沒有骨的,那就不用咬了,全部都是淡淡肉 就是這樣,當然有人說是賺到盡 當然有人說,究竟它是不是那些腸仔,火腿,麥樂雞,漢普扒 肉餅蝦餅那些合成了 根據專家解釋,內地的燒肉是先起骨 然後用不鏽鋼架,撐起豬來燒,所以跟香港是不同的 另外,因為他們那種燒法跟香港不同,所以令到口度平均 因為他們要改刀,所以燒出來就給我薄身 跟香港港式燒肉一定不同 當然除了解釋一下,剛才有人說到沒事了 但之前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在內地有些食物安全大踢爆 央視也有說過,剛才說合成玉 這個我相信都會叫做表表者 究竟是什麼表表者呢?就是這一隻 大家有沒有在內地有沒有見過?一定有 在街邊 貌似小腸仔的小腸仔 究竟這個是什麼?大家知不知道 在內地早前,央視踢爆過 就說這一種叫做澱粉腸 在內地叫做澱粉腸的大受歡迎 究竟是什麼呢?其實很簡單 央視踢爆過就是以次衝號 何謂以次衝號呢?裡面就說 根本那些東西是類似製作狗糧 那些把垃圾肉混在一起,然後就擠出一條腸 根據央視審所說,這一種澱粉腸究竟是什麼呢? 裡面有很多大豆蛋白、砂糖、澱粉、水、味精、食物添加劑 沒有肉的,有很多都沒有肉的 全部都是科技與狠活 這些更加有人就說雞骨泥 把雞骨打成泥漿,然後擠進去 也是寵物食的東西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最不好 這些東西就是最不好吃的了 除了這件事之外 也曾經有些內地網紅店 被爆過食物安全的問題 例如這幅圖 看到新鮮的牛油果 應該是這樣的顏色 但是那間餐廳用牛油果製造的沙律 嚇死你 為什麼呢? 你看看那顏色 黑色的就爛了 在深圳的 這間網紅西餐廳被人發現到 在深圳、北京、很多不同的分店 那些官方監察的部門去抽查 都發現到都很差 用一些爛的牛油果 那些蔬菜、果旗 照紮給大家吃 把爛的部分紮掉就可以了 甚至乎 把一些過期的食物 改成有效標籤 這樣就保持不過期的 所以其實有時候 大家真的要留意 在上面吃東西 還有東門 東門其實都是一個 港人最喜歡去的地方 也曾經有人大爆 吃完之後 就撒足十次 當中 裡面就說 那些水 主食的水 來自那些廁所水 真是嚇死你了 有很多內地的網民也曾經說過 我才不是東門吃的 你們 港人才這麼喜歡水去吃的 我們看到也沒有胃口 也不知道你們怎麼這麼喜歡吃 所以 這些種種不同的食物 有時候 我們都不能夠 純粹它表面這麼好吃 我經常都說 當一件食材 你要吃它的味道 應該是吃它的原本的味道 而不是吃一些 可能 蒜頭、醃料 又鹹又辣 又甜 完全蓋過了原本的食材 當你吃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一來雙身 二來裡面都不知道什麼 就隨時吃壞你了 好了 很多人都會覺得 上去買東西很划算 可能同時也會質疑 究竟它的原材料是否真的 當然 有真的 也有出古話的東西 希望大家知道 不要到時候被人 蒙了你又不知道 有的 怎麼會沒有呢 香港也有 逢雙必奸 這些東西就緊的了 好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